我們現在現在人沒記憶 現在靠電腦記 根本就沒人在記 我的魚都一直在聽他們 滴滴條滴 滴滴條 他總是師父在講道一句 他就日立出來 日立出來 有時候我也問說 我剛才在說什麼 他說 不知道 你把他記錄你不知道 他已經忘了 自己沒去經驗到這個事情 所以說 現在的人 還是要把時間 回到回來 給自己要有思考 歡迎我們收聽中朋友 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 來聆聽正言上人法語 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 我是金霞 節目中精選隨時心得分享 與法師隨緣開始段落 在歲末年中 一起來盤點我們的生活 今年跨年 緊接著也準備要農曆過年 對 又過了一年 也又多了一歲 每天早上醒來 你會照照鏡子嗎 驚嚇會 那過了一個年紀 覺得自己照鏡子的時候 其實都不想看得太仔細 因為可能會有一些意外發現 歲月在身上的痕跡 怎麼白頭髮又多了幾根 臉上的皺紋斑點又多了 還是有胖了 或許這是親手的表現 但心裡不自覺地會想著 這就是老了 當然也明白了 其實老化是自然現象 自然法則 誰都逃不過 老雖然逃不過 但是要老的健康 老的有尊嚴 所以這幾年 老年醫學也成為 新興的關注範疇 醫學界 科學家都不斷地在研究 如何延長壽命的同時 也要提升老年的生活品質 這就是要從我們現在 好好培養起養生的好習慣 有了今天的好 才會有未來的更好 那在專業來看 老化或許會帶來某些疾病 而且幾乎都很難避免 只是大部分的疾病 也是由個人行為所決定的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今天的節目當中 由專業的醫師來為大家解答 別煩惱太多 聽著節目 一起跟著花蓮慈濟醫院 羅慶輝副院長說的做就對了 我是羅慶輝醫師 那個60歲的人要跟一群年紀比他大的人說 怎麼優雅慢老 上人就笑我說 你如果老過你會知道 那上人就讓我去看了四個一百多歲的長輩 所以我如果沒有去看您是代表您太年輕 還不符合上人說的老人 那我從這四個長輩身上學到幾個事情 我今天跟大家報告一下 第一個要睡得好 還有兩個管理 管理什麼 管理自己的營養 那吃素很好 可是我們吃素要有個配套 維タマB12要夠 那B12不只吃素的人會缺乏 像有糖尿病的藥物裡頭也會減少吸收 所以B12一定要夠 那怎麼確定夠呢 就是要測嘛 上人說要盤點生命 還要盤點一下我們自己的血液濃度 不夠就補 不夠就補 那還會缺一個叫做D 維他命D 要補 要補維他命D 那維他命D的來源 大概您如果不曬太陽 那就曬香菇 那香菇因為現在都烘乾的 所以你要拿去陽台曬 你又不想曬人 也不想曬香菇怎麼辦 就吞藥王 那一樣也是要吃之前要盤點 吃之後要盤點 不要傻傻的吃 另外一個會少的是蛋白質 我們大概每個人的蛋白質都稍微少 以我們的年齡 就是60歲以上的人 多少公斤要一份蛋白質 7公斤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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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自己去算一下7公斤 那個7公斤就要一份 所以我們都會缺蛋白質 那這跟吃素沒有關係 是自己吃不夠 不要擔心 不要擔心說要吃素 跟吃素沒關係 不要吃 吃什麼都沒有 再來就是 慢病要管好 台灣65歲以上的長輩 只有10%是沒有慢性病的 所以不要想說自己不會生病 大家開車或騎腳踏車 那我們不會想說一輛腳踏車 騎了15年或一輛車開了15年 性能跟原來一樣 不可能 那可是我們常常這樣要求我們的身體 像那種年輕的人喔 數據來看我們自己的數據 其實那是不公平的 就是第一個 要接受自己會生病 第二個 慢病的管理 不可以像年輕人那麼嚴格 我舉一下高血壓 高血壓太低的話 會頭暈對不對 控制的太好 你可能會跌倒會頭暈 那血糖太低會低血糖 高血糖大概15年 或多久以後會有 眼睛不好啊 腎臟不好啊 要15年喔 可是低血糖一次就會變植物人 因此低血糖比高血糖還恐怖 那實際人得會雙修嘛 當然要聰明 不要讓自己低血糖 然後再來再想說怎麼樣讓血糖控制好 但也一定不要用年輕人的標準 那就是像我們去要求一輛 買了15年的那個車子 性能跟剛買的一樣 不可能 那再來有三個洞 什麼洞 要運動 各位做環保 環保是很好的運動 我被上人督促嘛 上人交代我說 你去研究一下環保 到底對身體有沒有好處 我今天很負責任跟各位報告 會 你的握力會增加 走路速度會變好 功能的下降會變慢 這是清清楚楚的 發表在拿好的雜誌 那個主編還很感性的 跟我們寫了一個評論 說這個是從利己到利他 從利己到利他 他簡直敬佩得不得了 而且我們已經發表了大概好幾篇 好幾篇 我們會繼續努力 如果不是疫情的話 我們現在一定超過十篇 因為是疫情 我們不敢去打擾大家 安全第一 所以做環保很好 但是做環保 我們有一件事情要配合 大家盡量一個小時 你總要起來走一下 所以人家在招呼說 吃點心 或起來動一下就起來 分秒不空夠 是要把握時間 但是不是一直不動 所以做環保很好 再說一遍 那一個鐘頭 至少要起來一下 那第二個動是什麼 要動呢 因為如果身體很好 腦筋不好也沒用啊 也沒用 第三個是 複動 複動就是 要跟人複動 除了跟法親複動 要跟其他年輕人複動 這一次那個 新冠病毒我們就發現 不管是夫妻或法親 他一起得病 沒有人可以幫忙 所以記得要跟不同的 世代人複動 那最後一個萬法由心照 有沒有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正念 人生不會也沒有困難 明天也不見得會更好 但是保住明天會更老 因此我們會碰到困難 人生不管是哪個階段 都有他開心的事情 也有他挑戰 可是你天天再回憶過去 那明天再來懷念今天 千萬不要 我們就把握現在 俗如把我們打工 把握現在 那你享受現在的每一刻 那所以要健康老害有七件事 除了六菠蘿蜜以外 就是最後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要正念 萬法由心 所以一定要正念 這個明天不會 不見得會更好 但明天一定會更老 對不對 保證明天會更老 所以要有一個健康的概念 讓自己活下去 然後就是 我再把六菠蘿蜜報告一遍 第一個要睡得好 兩個管 不是拔管 停管 是管理好自己的營養 管理好自己的慢病 三個動是什麼 運動 複動 然後動腦 那最後 才要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來管理這些事 明天不會沒有困難 那個每一個年代 年輕人像這種年輕人 他有他的困難 他們高興的事 我們也是 每個時候 我們會有我們的問題 我們的挑戰 但是觀念就是要正確 這樣的話 大概 明天還是會更老 但是會 會老的慢 會老的自在 老的優雅 有尊嚴 商人講的 就是 吃得要有老用 吃得要有老用 那我想要再跟大家 再解釋一下 那個睡眠的事 我知道很多菩薩睡得不好 其實睡眠在華人叫做排度 各位還記不記得說 以前金國先生在的時候 有一個叫夏天節約時間 還是什麼之類的 您知道嗎 夏天我們被拿走一小時 第二天台灣人的心肌梗塞 多了24% 秋天黃節我們那一小時 第二天心肌梗塞又降了21% 那全世界都有這樣的趨勢 因此睡眠是很重要的 睡眠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睡眠有三個要領 第一個要定時 要定時 因為我們有生理節律 那一定要定時就去休息 第二個重點是什麼 要累 白天累 做環保 或讓自己有事做很好 那退休 不要太早退休 退休要去做志工 或讓自己有事做 英國的研究 退休你只會高興兩年 兩年後幹嘛 開始看病 不要太早退休 可以退休 但退休之後要去有事情做 好不好 再來就是說 第三個要放鬆 什麼時候放鬆 睡覺的時候要放鬆 不要每天 什麼無日三醒無聲 那不是睡覺前要做的事 那是其他時間可以做 另外就是很重要 不要好像別人對不起我們的事 你都怕忘記 然後晚上要睡前 再把它拿出來溫習一次 上人教我們什麼 真腳怕後腳放 對不對 我表演一次給你看 賣力演出 如果你 我們這隻腳 不放能不能走 可以對不對 來走給你看 沒關係 我們是人 所以一定要前腳走 後腳就要放 好 那感恩大家 所以 呼吸一遍 七節肢 除了六波濃蜜 要睡好 兩個管 把慢病管好 該吃藥吃藥 但不要管的 跟年輕人一樣 營養要吃得好 要多補充自己的蛋白質 再來三個動 運動 動腦 要跟人互動 要跟人互動 這一點很重要 那最後我們用我們的佛法 用正念去把這些 統設起來 那這樣我們就會 老得優雅 老得有尊嚴 上人教我們的時候 有勞用 那些都不尊嚴的靈性 不好 那所以感恩大家 謝謝 所聽到的 是花蓮慈祭醫院 羅慶惠副院長 跟我們所做的分享 怎麼優雅防老 六加一個步驟 那最重要的就是正念 心念要正確 我們都知道 老是自然法則 那看到很多愛心人士 其實他們從年輕的時候 就投入志工行列 投入在慈濟團體當中 做到現在頭髮白了 那也因為過程當中 有這個宗教佛法的熏陶 加上他們在各自的社區啊 結好緣 還身體力行為人付出 那身心靈都有了依靠 身心靈大家都有了相互陪伴 所以優雅老化 活躍老化 老不老已經不是衡量生命價值的標準 上人開示當中也提到 生命價值把握在自己的手上 歲末年中盤點生命的同時 我們雖然增加了歲數 但是不要增加老化的級數 特別的是我們都會說啊 四大人健康講過期 老了要休息 但雙人卻是說 現代人啊沒有記憶 活在現代卻沒有面對現在 尤其是年輕人這一代 更提醒我們這一代年輕人 更要懂得探討過去 好好思考現在 來聽聽真言法師怎麼活用腦筋 談老的經驗 真感恩老婆山 真是人生啊 時間過得很快啊 這一回出門 話題都老在老 那老呢總是要說 時間長 過去的人生 現在的人生 越多會啦 像現在 向前推啦 推過去 總是 過去的時間越長啦 記憶是越多 他的記憶都在了 我們現在的人都說 比較多也說過期 就是 是啊 因為他有記憶 那個過期 真的很多 很無貴 我們現在現在的人 是無記憶 現在 所以 抗山 筆記 還有呢 靠電腦記 根本就沒有人在記 所以這種 抗血 所以我們 自己的傷勢 都沒有啦 嘗試 他們只知道現在 不知道過去 其實 其實過去呢 才是人生的生活 這是真正做人 會 經驗 跟過去 走 所以說起來 我們這段嘴 真是要 尤其是年輕中年以上的 要好好地 要好好地 來探討 探討 探討 你們的父母親的時代 你們的父母親的時代 我覺得 才是 才是真是 做人的時代 凡事呢 都是要自己來 這段嘴 做事可以 不用我 我只要一直 動一下 什麼東西 都是在面前 所以這些東西 在面前 你根本就沒有去檢驗 都不知道 所以說 說現在的人 說現在也不是 現在 如果沒有過去 絕對沒有現在 過去的東西是流到 我們現在 現在好像靠過去 來做事 真的我們現在這個時的經驗 沒有去 是一直停留在 天空天空天空 今天人的 是面對現在 但是面對現在 我魚都一直在聽 他們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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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也沒有自己 他總是 師父在講道一句 他就 自己出來 自己出來 有時候 有人說 我剛才 在說什麼 他說 不知道 你把他記錄 你不知道 他說 我就要再去看 所以 我就要再去看 就是 要死 他這個時的現在 他已經 忘了 自己沒有去經驗到這個事情 所以說 現在的人 還是要 把時間 回到回來 讓自己 要有思考 早上 上一場 在說 那師父 說什麼 做出來 就是這樣 很塌心 很長久 師父這樣說 你去做 你看現在又這樣 那就是我常常 老到 我自己 我常常老到 我自己 你在說什麼 事情 我這邊是 聽著 它燉到 我這邊 就是在回憶過去 左右腦平用 總是 就一直去想 說 老來 記憶會比較弱 你如果像我這樣 直接用 讓它直接出來 鋸車 又是保護 鋸車 的光靈 鋸車如果停到 你要再把它開啟 啟動 那就要再等時間 它就要再用很多機器 才能 這一部車 才能再啟動 所以說 平時要經常用 不然說 老筋不然用過頭 只要你做的是對的 用過頭 那就是回憶 所以 動動腦筋 要動腦筋 而且要讓它精華 所以說 老 還是有價格 那都 把過去的經驗 我如果沒有過去 看這麼多 看這麼多 也不會 了解這麼多 了解這麼多 我每天都坐在這裡 沒有做什麼 真的沒有做什麼 每天都坐在那裡 每天都坐在那裡 但是 在這個地方 真正的雙性 來給我 啊 這裡叫一張 那裡叫一張 感覺應該 現在我們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這就是 隔壇 生命盤點 我也很感恩說 讓我有時間 好聽 讓我有時間 好想 讓我有時間 好說 經感恩 就是 有這個言 大家 好 師傅你說 我就來去做 你如果想要這樣 我就要來想 比較多 所以說起來 逆到萬 所以說 下逆到萬 一樣的 道理 所以大家 我們 要深 要看 付出無所求 那所得到 真是座 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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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大家 再接再厲 感恩